王剑死了你就只记得王剑 跟王剑相关的人多少人死了知道吗 我的天哪 他有跟王剑相关的人死 那他太当然了 你只不知道 你看海南在王剑死之后 你就查一查海航的人有几个出车祸的 哦天哪 你去自己查一下 就是王剑死前死后 就海航和王剑家人有多少出车祸 你查一下就行了 只是你不知道 他没有名 他死了 就像贾庆林的那个保镖 是吧 然后知道了一些秘密 这出车祸就死了 你像张高丽的 张高丽的那个秘书 是吧 知道保镖 一车就死了 七个人 那咋那么巧啊 都知道了你这个领导的秘密 一家的气口都死了 是吧 这太行了 这关键你不能不开心 你就把人家弄死 这如果他不这么干 共产党在中国不可能活到今天 这有事好好说对吧 那是你的老百姓啊 对待一个执政权力的讲 他必须心狠手辣 心狠手辣 心狠手辣 嗯 嗯 感谢观看